在自然界中 亲情关系十分重要 许多动物都表现出了极度的亲情和照顾自己的子女 这些动物不仅给人类带来了观赏和欣赏的乐趣 更让我们看到了动物世界中真正的温情和亲情 今天就和图长河一起来简单盘点一下 世界上最亲近自己子女典型的十大自然界动物 十星星 星星是与人类最相似的灵长类动物之一 它们以其智慧和社会性而著名 在星星的家庭中 母星星会负责照顾幼崽 教育它们如何生存和社交 同时还会照顾年老的星星 九狮子 狮子是草原上最强大的动物之一 但在家庭中 狮子父母却是温柔而亲切的母狮子 为了保护自己的幼崽会牺牲自己的生命 狮子父亲则会负责抚养幼崽 包括为它们寻找食物和保护幼崽 八飞舟象 飞舟象是动物王国中最大的陆生动物之一 但它们也是家庭中非常亲切的动物 在飞舟象的家庭中 母象会带着它的幼崽寻找食物和水源此外 在飞舟象的家庭中 成年象会帮助照顾年幼的象 保护它们免受危险的威胁 七长颈鹿 长颈鹿是动物王国中的奇特生物之一 它们因为其非常长的脖子而闻名 长颈鹿的母亲会为它们的幼崽 提供食物和保护 同时教育它们如何生存 在长颈鹿的家庭中 长颈鹿父母也会照顾幼崽 六代鼠 代鼠是澳大利亚的标志性动物 它们以其独特的跳跃方式而著名 代鼠母亲会为自己的幼崽 提供充足的乳汁和保护 同时为幼崽打造一个舒适的带子 在幼崽需要的时候 提供安全的避难所 五 北基雄 北基雄是基地地区的标志性动物 它们以其厚厚的毛皮和耐寒能力而著名 北基雄母亲会在寒冷的基地环境中 为自己的幼崽提供足够的食物和保护 同时在幼崽需要时 将它们紧紧搂在自己的身边 以保暖和安全 四 红毛猩猩 红毛猩猩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标志性动物 它们以其红色的毛皮和壮观的外观而著名 红毛猩猩猩猩 伲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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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busive 2.海豚 海豚是海洋中最聪明的动物之一 它们以其智慧和善良而著名 在海豚的家庭中 母海豚会为自己的幼崽提供食物和保护 教育它们如何生存和游泳 同时保护幼崽免受海洋中的危险 1.熊猫 熊猫是中国的国宝 也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动物之一 它们以其可爱的外表和温柔的性格而著名 在熊猫母亲怀孕的时候 它会寻找一个舒适的巢穴来生产幼崽 在幼崽出生后 母熊猫会把幼崽紧紧地抱在自己的怀中 为它们提供温暖和保护 在幼崽出生后的几个月里 母熊猫会不停地喂奶 确保幼崽能够得到足够的营养 当幼崽长大后 母熊猫会教育它们如何生存和社交 学习如何爬树 爬山和寻找食物 以及如何在野外生存 动物界中许多物种都表现出了强烈的情感和照顾行为 这些行为对它们的幼崽和社交群体非常重要 也为我们人类提供了一些启示 亲情是甜美的乳汁 抚育我们成长 是敞亮的双眸 指引我们前进 是温顺的话语 呵护我们的心灵 是俊丽的责法 催促我们改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